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下一次 我们就没有这样的好运了 可恶 逃死 不光不果然神妙 不够 还不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要你们 死 离吉离利 怎么败了 这不可能啊 没有了那两个家伙 你们这些离家走狗 就是废话 战刃之下 写醒龙仪 怎么这么大动静 还没抓到左凡吗 喂 黎红武 你在找我吗 正好 我也想找你这个杂碎 好好算算以前的账 你小子怎么没事 离吉离利呢 那可是两大准战将 你把他们怎么了 要不 自己进去看看 一起上 把这小子宰了 谁能砍下这小杂种的脑袋 除了那一百亿悬赏 本少爷还重重有赏 黎红武 你想跑到哪去 左凡 我跟你拼了 这小子 为何能如此强大 暗算 埋伏 放冷剑 除了这些阴谋伎俩 你还会些什么 樊少爷 你放我一马 只要你放了我 我就将当年那些幕后指使者 河畔托出 樊少爷 可还真是久违的称呼呢 左慧 这就是你儿子吗 还真是和你一样 叛国者救人去死 抓得好啊 一定要严惩 让他知道叛国的下场 没错 小王 当年的幕后黑手 离家一定之气 说出当年的幕后指使 我就饶你一命 樊少爷 别杀我 樊武啊 抓到左凡了吗 你这个人渣 想要我的性命 就自己来 左凡 樊武的手机怎么在你手上 你把我儿子怎么了 救我 你让樊少爷不要杀我 李仲 想要你儿子活命 就将当年的幕后指使者说出来 当年的幕后指使者 放 放我报仇 可恶 我差点就能知道 辛亥父亲的幕后指使了 是谁 可以我站住 左凡 我要你今天就死无葬身之地 关他什么战将不能出手的嫌疑 今天 我要亲手将左凡这小畜生 损失万段 做得不错 你不想要我 想办法拖住他 等黎仲那老家伙过来解决别 是 陪我站住 说起来还要谢谢左凡这个小子 本来还担心 这次计划后 你将得到那些道人的赏识 危险帮我 现在反而对我有点 消失了 实习好大 左凡在那个方向 快追 左凡在这儿 杀死他 黎家的走口 还真是阴魂不散 强者生 弱者死 这就是 心灵之夜后的 世界准则了 来吧 这些早碎 我要把你们 全部杀坏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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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